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容量比较多一点点而已 而风场也都是吹着西南风带来非常温暖又潮湿的空气 所以现在看起来这样子非常稳定 非常闷热炎热的天气情况 至少会一直持续到下个礼拜二左右 而刚刚提过了周末假期会有封面云系接近 但是还没有影响 在接近的过程当中会带来不稳定的条件 午后阵雨的情况就有机会变得比较明显 那么要到下个礼拜二礼拜三 才会有一波封面云系 真正的要通过台湾来 所以这个时候才会开始出现 比较大范围大规模的降雨了 不过现在看起来就像刚刚提到的 还不是非常典型的美与封面 滞留的时间不够久 所以降雨的情况真的还是蛮令人担心的 好那么在气温的部分 其实未来这几天都是可以看到 台湾附近都是红通通的一片 各地中午的高温都是来到了33度到35度左右 热烘烘的天气会一直持续下去的 所以大家真的中午前后要减少 从事户外活动了 所以来看一下接下来这几天 其实降雨的机会都不高 主要都是以山区午后的零星降雨为主 各地都是暖烘烘非常稳定的天气形态 少了午后阵雨的降温 一整天都蛮闷热的 真的要多加的注意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以及明天白天这段时间 全台各地都是好天气 中午的高温都是来到了32度34度左右 特别是在台北都会地区 还有机会来到35度左右的高温 热烘烘的天气会一直持续下去 大家一定要记得多补充水分 小心中暑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见